我们在找怕跑步的人 因为怕跑步很容易忽略健康 其实生活中有许多有潜力的跑步高手 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跑 他们都在等待一个舞台大显身手 或许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富邦台北马拉松跨出你的第一步 本节目由富邦金控和富邦人受赞助 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又到了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欢乐时光 为什么我说欢乐呢 因为我觉得可以跑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然后可以跟全台湾 或者是甚至有机会我们也希望是说 有些是从海外来的 从各方而来的这个跑步的朋友 然后除了在马场上面 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跑步之外 然后在不同的场合上面来聊天 然后聊聊跑步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电脑前面听到的感觉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然后今天我找来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来宾 这个人我们又是今天初次见面 他坐在我对面 我感觉他有一点点小小的羞涩 然后他是我们这个节目 开播以来 另外打破了我们的另外一个记录 因为我们第一次有八年级生来上我们节目 他是谁呢 他现在是就读于台大森林系 然后这个过完暑假之后 就升大四的一个很年轻的 有为的青年 他叫明燕 明燕你好 林明燕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自己说吧 为什么你会来上这个节目 其实是有一天在FB的讯息上 那个高大哥他丢讯息给我说 他把我介绍给飞小鱼 他主要是问说 主要是讲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大学生来跑步 他说的高大哥就是谁 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国锋周老师常跟我讲 不要用崇拜 那我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蛮尊敬 然后也觉得很棒的一个高志明 因为高大哥就是佩素之神嘛 那高大哥说他认识了明燕 然后明燕呢 就是一个本身就资质很好 其实你算资质好 还是你是苦练出来的 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半马 或者是十公里的比赛 自己感觉上是经过 充分练习出来的 但是全马前期 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 你假如不是很好 可能会很多人会 现在如果我们假设是在台上 可能很多人会给我们丢气水瓶 因为明燕是怎样呢 他是跑三小时多的人 他居然告诉我们说 他成绩不是很好 可是你是因为遇到了高大哥 然后就 就是开始采用他的配数计划之后 成绩就有 忽然有一个蛮显著的提升 所以我正在想说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我还是比较好奇 因为你算是 其实以前在台湾 或者是说现在 还是很多不跑步的人都会觉得说 跑步好像是年纪大的人的那种专利 然后感觉以前年轻人大家就是 有不同的玩法 可是我觉得现在蛮好玩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 越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在跑 那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跑的 然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之下才会开始来跑步 这样子 主要的契机应该是算升大学之后 因为我上大学 第一个是加入登山社 那登山社平时就会有固定的团练练跑 那一开始的练跑距离 当然就是为了符合新生所设计的 所以他的里程不会太长 应该这样子讲 你们的登山社 他本身就已经有排进说 要去跑步的这个练习是不是 因为我们爬山主要是要负重嘛 那负重训练的话 就是也会靠跑步来做这方面的加强 所以平时学长姐他们也会约练跑 但是不是属于那种强制性的练跑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是说 你是从小就是你在念大学之前 因为很多人很多男生跑步都是说 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些跑3000公尺啊 什么什么之类 然后就觉得自己体能不错 可是你还没当兵啊 因为你现在还在念书嘛 所以你是从小你就喜欢运动吗 其实也没有耶 我在高中以前也是属于那种 只有体式能测1600才会下去跑的 那高中那时候 到了高中才有加入纠察队 才有比较常跑 纠察队什么纠察队 就是我们那时候我是念二中的嘛 那二中也会有 台中二中 对台中二中纠察队 这个插播一下 我们因为这个节目很好玩 居然明艳还是我们小军的学弟 原来小军也是念台中二中的 后来才知道 然后就是纠察队的练就是平时也会有练跑的行程 你的纠察队是指那种我们所印象中的那种什么管理学校 什么什么什么 就有点像是站岗或指挥交通 那个要练体能 对我们平时也是会练跑步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你自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维持还一定的运动 对就是当时练跑最远也大概两公里左右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纠察队的关系 所以我进大学就比别人还要好一点点的基本体能 所以你都不是因为那种 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胖啊 或者是身体啊什么你都不是 你从因为我看明艳就这样瘦瘦的 当然以你这种要跑 跑进三小时半 他现在被高大哥带进三小时半 那个我们待会再来聊 你是从头到尾都是这种体型吗 还是你因为跑步又再更精实了这样子 应该算是跑步变得更精实啊 我虽然高中那时候纠察队也有在练跑 但是当时因为学测到了高三之后 运动量就有降低 所以学测考完那时候一度有胖到70公斤 70公斤对很多人来讲 那你现在几公斤 我现在剩62 哦真是的 果然还是可是就是也是很落差 就是你就是一直跑步 然后就这样掉下来就对 那关于爬山这件事情 因为基本上来讲我们跑步的人啊 很多也都是因为爬山 然后为了要锻炼体能 像我刚刚还没开始录节目之前跟你说 我们有一个大哥叫老敏大哥啊 然后他也是因为58岁的时候 他就是先爬山嘛 爬山之后就看到说 为什么有人60几岁70岁走起来健步如飞 然后才知道人家都有在跑步 所以你们在爬山的时候像你们那个登山社的那些 他们的体能都很好吗 嗯其实基本上都还不错 就是我们在练跑的时候 他们那些学长姐就是五公里一定是跑得完 然后我们每年还会就是固定会抱泰鲁格马拉松 哦对对对 你们就是属于 我知道在台湾啊 很多人他们是不见得是在跑马拉松 他是平常在练跑 可是一年有一场他们一定要去就是泰鲁格 所以你们就是属于这样就对了 对我们就挑那场泰鲁格 啊那他们都抱什么 他们大部分都是抱全马族的 真的假的 可是他们平常练多少 就是平时练的比较少 然后全马就是硬上 但是还是跑得完 但后来他们都说会掰开一个礼拜左右这样子 但是我比较好奇是说他们平常练很少 但是他们应该是不是会为了泰鲁格 就那一个月会有做一些特别的训练这样子 那一个月会来两个月 我们在报名之后大概是九月报名嘛 那之后到十一月之间我们是会 那时候会有特别约出来练跑 对对对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很早 我在网路上写东西已经很久了 然后我早期的时候就有一个叫明日报的个人新闻台 然后那时候我也在网路上书写嘛 然后我们现在都叫blog这样子 然后现在我那时候知道一个女生 她好像也是在当作那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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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里面 她就是她的工作就是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念你们这种这种相关科系的 所以她非常的喜欢在山里面 她就是做一些寻山园啦 或者是什么志工啊什么 可是她那个女生有在网路上写 那时候我完全不跑步 她说每年一定会去跑泰鲁格嘛 然后前面就是先第一次第二次就办嘛 然后后面她说他们整个那个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类似像你们这种这样性质的社团 他们每年都一定会去泰鲁格跑一次 然后就会报了名之后就开始这样训练 我不晓得是不是就类似这样 那也许她已经是从还没毕业然后到毕业 然后可能大家都有这种约定俗成的这种想法 对不对 嗯我在入大学以来是每年都会报名 那有几年是因为刚好过了报名日期 就没报到才没有去 对对那基本上 我觉得这算是登山社一个传统 就是你们登山社的一种传统 对 我刚刚讲的女生她好像也是登山社 然后他们就是这种传统 很妙 因为我学生时代我对登山社基本上是 完完全全觉得 哎呀拜托怎么去登山了 这是那个吃苦嘛 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说 我居然是在工作这么多年之后 就开始去吃这种苦 可是这种吃苦是很快乐对不对 对所以你你是登百月的那种吗 嗯其实我们社上的取向是属于勘察比较多 就是爬那些终极山 嗯那百月的话通常都是顺到路过再去捡 路过再去捡 对我在想你是因为森林系的缘故 还是因为登山都有 你们登山社里面应该不只是森林系嘛 就是很多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当时就要先做决定嘛 那当时大学森林系算是我第一志愿 哦真的吗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是逐渐用删去法 就是高中在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是三类组的 所以将来一定是走跟生物有关 嗯那医学系这个目标对我来讲太远大了 所以第一个先删掉 嗯然后 基本上成绩不太好 那个医学的部分就是可以先暂时不用考虑 嗯那最后慢慢删删到后来发现自己看到森林系 这个感觉还不会太太排斥 嗯嗯 因为当时虽然也不知道森林系 可能就只是推测说他可能将来就是学跟森林有关东西 嗯那自己并不会太讨厌的话 就是做成自己的第一志愿选择这样 嗯嗯嗯嗯嗯 那我想问一下 那到底后来进去森林系跟你想了一步一样 然后他学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 其实后来进森林系我自己还蛮压意 因为感觉课程内容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嗯嗯 就是我们森林系主要他是有分四个类组 那我是属于生物学群的 嗯嗯嗯就是像学一些树种鉴别啦 嗯嗯不然就是一些森林的生态之类方面的问题 嗯那也是有学那个材料组的就是将来出来可以做木材加工 嗯嗯嗯或者是一些木材抽出物就像紫山醇可以 那个红豆酸可以提炼紫山醇可以致癌症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对对对 嗯嗯呃那还有剩下的就是保育组 滋宝组跟环境组那那就是偏向森林景观或者是森林经营的方面 嗯嗯嗯嗯这样子好像跟你爱爬山这件事情是整个非常吻合的 因为感觉好像就是大自然的孩子这种 因为森林系主要就是常常往山里面跑 那我们实习也是在 就是大部分我们在河湾山眉峰也会有一个实习林场 然后我们在南投西投也有一个林场 那基本上往山里面跑的话 那个环境就跟登山差不多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 北宜公路你又跑对不对 它是不是有一个台大森林实验所 我们有一个补给站设在那里 那个育苗中心 对对育苗中心 那也是你们的吗 这个我反而不清楚 你反而不清楚 那你是等于说是大一一进去 然后你就参加登山社 然后你就开始跑步了 就那个时候才开始跑步 然后那时候你到底是 是怎样的心态去跑它 就是说每天跑 还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这种登山社 它他们开出来的这种练习 可是一定还是有人不会去跑 那你是去跑了你就很喜欢 然后就开始天天跑还是怎么样 嗯就是学长姐她那时候 就带我们那个练跑的路线嘛 那后来我算过 那一次练跑大概是5.1公里 嗯那当时跑完第一次就觉得说 诶其实我跟其他新生比起来 我体能还算不错 嗯那对跑步也没有说很讨厌 嗯所以后来就想过说 那既然要爬山体力要好 那我怎么不多加紧练习 嗯嗯对所以后来就是一天跑个两三 一周大概跑个两三次就慢慢成习惯 嗯那也没有很特别有学长姐督促或干嘛 就是纯粹想说我体力要好爬山才会轻松 嗯嗯嗯嗯 当时可能就是站在这个角度 所以那我问你你真的有因为跑步之后 你会不会爬山就感觉很轻盈吗 嗯我自己是觉得我跟人家比起来是有体力优势 嗯就像我们爬山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体力不太好 那他可能就会背得比较轻 嗯那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对于长天数的队伍 那些比较重的装备 我就可以比较轻松应付 你可以背多少 最重我背过35公斤 你这么瘦 你才62公斤 你可以背到35公斤 哦当时大一的时候 那时候我体重还在68左右 但是也是很厉害就背了一半的自己 背了半个人半个自己在身上 那都是因为跑步训练出来的 因为跑步其实是 他心肺功能整个 其实都会变得让自己变得更好嘛 嗯 然后你是因为这样跑着跑着之后 你就去就开始去参加比赛吗 我记得你是有先试一场10公里的 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是你们那边有风气会去爆 还是你自己完全都是出自于你自己这样子 应该是说后来喜欢跑步之后 因为我本身有在用BBS 所以就发现BBS也有在讨论跑步的地方 嗯那进去看之后才发现 有一个叫跑者广场的网页 哦你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就看到里面有很多比赛就想说 诶这么多比赛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来试一场看看 所以当时就先抱了一个10公里的 可是在那之前你没有跟他们去跑泰鲁格吗 大一的时候进来 刚进来大一那一届是 来不及 对来不及已经过了嘛 那神大二我是有跑半马 泰鲁格的半马 对先试半马 所以你刚刚讲了你自己去跑者广场抱那个之前 你已经先跑了一场泰鲁格的半马 没有没有没有是先抱了一场10公里的 先抱一场10公里的 然后再来跑那个 那你那一场10公里那次就你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 没有跟社团的人一起 对就我自己一个人骑衣车去跑这样子 那那一场是哪一场 那一场是至善的10公里 对但其实详细我也忘记 因为当时会想抱那一场是因为免费 就是为什么 虽然缴报免费200 但是你有去跑跑完他会退给你这样子 对对有一些 我之前也参加过一场 那是桃园招阳杯 然后300块钱 可是他是公益路跑 那跑完之后他就把钱全部都退给你 然后还有衣服啊什么一大堆 我说哇真是超值啊 那你那一场感觉如何 我那一场其实 后来就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当时他好像是6点起跑 但是我睡过头 啊你睡过头 对所以我过去我机车刚停好 我就停到鸣枪的声音 我就想说完蛋了 因为我还没报到 所以后来报到整个弄完 应该已经过了5分钟了 然后骑好线全部都没人 然后就一个人往前冲 一直赶一直赶 可是你没有放弃 对就是想说报了都来了 那就跟着跑完 对对对 然后跑完我看你好像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意哦 你很好胜哦是不是 还是你开始跑你就已经有这种心情 就是你就给自己很高的期许 类似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自己练习发现有办法可以负荷高强度的训练 所以你会希望比赛会有成绩 对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想法就是这样子 那你第一场就跑得让你觉得 你觉得跑得让你觉得 不满意 为什么不满意 因为你觉得自己迟到了 所以成绩可以更好这样子吗 可是你迟到了 你跑完回来的成绩 它虽然你玩5分钟 可是那个成绩还是一样啊 它不是踩晶片计时 就是明枪的时候 马表就按下去了 所以你的成绩可以再快5分钟 哦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你就变成说 其实已经被加了5分钟这样就对了 对 哦了解了解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不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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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请